今年是个不同以往的一年,因为新冠疫情,许多美国人改变了信用卡的消费方式。 根据100例的最新数据,经过近10年的持续上升,信用卡债余额在2020年出现创纪录的下降。 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,消费者信用卡债务连续8年成长,在2019年达到创纪录的8.29亿元, 但今年以来,卡债余额下降9%,未偿还卡债总额目前约为7.5亿元,为2017年以来最低。 虽然人们仍在2020年申请新卡,但利率要低得多。 100例数据显示,今年美国消费者新开1200万个金融卡账户,而2019年新增2100万个。 100例之初,在过去几年中,新账户的增加通常与卡债余额的上升同步, 但今年却是14年分析历史中首见,卡债负担减少的同时账户增加, 这代表了卡债族正使用新账户来偿还债务, 像是使用零利率余额转移卡债,或者客户在还清旧有卡债的同时也在认真支付新卡账单。 另外,2020年信用卡账户的预期和未付款项也减少, 30日、60日和90日的预期欠款百分比都出现下降, 这是5年来首次没有同比成长, 只要按时付款,持卡仍可以保护自己的信用评分和整体财务状况。 新冠疫情让许多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财务状况, 现在是反思如何在2021年级之后延续这些正面变化的好时机。 中天中望真理报道